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们在举办着我们未曾想到过的大会 在我们开始大会的时候 我们心想在网上我们能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可现在呢比起我们在线下实际办大会的时候 还要蒙到了更多的恩典 那我们经常想我们所做的事情 这不是我们做的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能够感觉到他在帮助着我们 在这个时间之前 我听了明师演讲的演讲 也听了我们学生们的见证 虽然见证不都一样 不都是一样的 但真的有很多非常美丽的见证 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感谢 我能够发现神在2020年 在我们教会里做了很多 我们未曾想到的事情 当我们想到这不是人做的 而是神做的 这些事情的时候 特别感谢 那今天我们也再来看一下 约翰福音八章的话语 约翰福音八章一节到十一节 那我来读一下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 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里 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 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文士和法利塞人 带着一个行音室 被拿的妇人来 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子这妇人是正行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乃是他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死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死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 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说 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做了很多的事情 其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讲了很多话语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深深地沉浸在 马太福音当中 在马太福音里面 把耶稣称为犹大人之王 因为王一般不去做体力活 而是用嘴来说话 所以看马太福音的话 详细地记载了 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山上宝训记载在 马太福音里 还有船上宝训 也是记载在 马太福音里 所以在马太福音里 耶稣用话语 成就了一些事情 然而约翰福音呢 把耶稣表达为 神的儿子 在这里呢 描述了很多 神的儿子 跟人类相遇的场景 不管是 加利利加拿 取信的宴席的故事 又或者是 尼格迪姆 与耶稣进行的对话 还有撒玛利亚女人 跟耶稣进行的对话 还有38年的病人 与耶稣进行的对话 菲利和安德烈 与耶稣基督 进行的对话 还有这行音的妇人 还有耶稣与他的兄弟们 所进行的对话 还有 耶稣与瞎眼的人 进行的对话 那看这里面的话 也有很多 耶稣与他人 进行的对话 那在约翰福音里面 详细地记载了 人类与神之间的 这个关系 人类作为亚当的子孙 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几千年 一直违背神的话语 他们追随想法 吃了分别上额树上的果子 一直以来 人类受撒旦的影响 然后受它的影响 不停地在做着事情 受撒旦影响 听他的声音 做事的人类 和与神的仆人 与耶稣基督相遇 然后与他进行对话 而得到改变的人 这两类人 这两类人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在生活当中 我作为一个牧师 我心里最幸福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无论是谁 人类与神进行对话 我看到了神的话语 进到这个人心里之后 改变了这个人 那在1963年的时候 那我在一个叫 亚古洞的地方 这个叫亚古洞的地方 真的是非常贫穷的一个地方 当时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两个女人 有一位夫人呢 她的丈夫呢 是精神病 这个丈夫呢 每天都把自己的房子 拆掉之后 搬到一边去 这个女人呢 真的是非常善良的女人 送孩子们上学 然后去田里面耕地 她是我到现在为止 见过的女人当中 生活最艰难的一个女人 而且有的时候呢 她的婆婆呢 又责备她 说她在外面搞风流 我见到这个妇人的时候 我感到特别特别可怜 然后我就开始给她传福音 那这个女人特别善良 她就是说话 我就是不想听 也在那听着 我给她讲了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五次福音 可非常奇怪的是 这个话语进不到她心里面去 我心想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 这样的女人呢 如果她接受福音的话 会多么幸福啊 她是多么悲惨的一个女人呢 可一直到我最后 离开洋口洞为止 这个女人都没有接受福音 那我心里想 怎么还会有 这么恶的女人呢 为什么不接受 这个话语呢 我感到非常可怜 我想这个女人 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个女人 假如她能接受耶稣的话语 那她就能战胜这个悲伤 耶稣与她同在的话 这个女人肯定能得到平安啊 那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夫人 那这个夫人也是 情况非常相似 虽然她的丈夫不是精神病 可她的丈夫呢 是一个盲人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养着自己的孩子们 送孩子们去上学 然后主要是背着一些什么海滩啊 一些东西 然后到处去卖 那在乡下的话 即便是想给钱也没有钱 那我们得卖东西才能拿到钱 所以有的时候呢 就用大米来去买 用东西来交换 所以她就把这个东西呢 放在她的头上 倚着 然后到处去买 一般我在上午的时间里 都是在读圣经 当时我们那个女房东呢 特别爱吸烟 那我经常对她说 我说大婶 你为什么抽这么多烟呢 尤其是你用那个报纸来卷烟抽 这个里面有不好的成分 特别不好 你别抽了 她说你小伙子不懂 我头疼 不吸不行 所以她吸烟吸得特别厉害 然后她就把房子租给了我 那这个房东跟女房东都特别善良 那当时我没有钱 但她呢 免费让我用他们的房子 我就给她传福音 有一天我在房间里面读圣经 那这顶房东一直在抽烟 因为没钱买烟 所以她就种烟草 然后去搓这个烟 搓烟草 然后逛在屋顶上 晒干 然后拿出来一点 搓一搓一搓 然后用这个报纸卷起来 然后开始抽烟 所以我就说大婶 虽然我这人还年轻 但你少抽点吧 小伙子你不懂 别跟我说这废话 这人其实挺好的 但他总是这样 有一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那可能是有一个 跟他特别要好的人来了 说过得好吗 你最近这生意怎么样 那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是他们就开始聊了起来 然后这夫人就说了 你隔壁那个房子 租出去了吗 那当时 我这个房间的门口 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锅 放在那里 她就说 教会的一个传道来了 那这位夫人说 传道师吗 她是从哪来的呀 从大丘来的 那这里有圣徒们 会聚在一起吗 就几个小孩过来 这位做生意的夫人呢 一直在打听着我的事情 那我在里面都能听见 所以我心里面怎么想呢 虽然这位夫人不知道我是谁 可她肯定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 所以我就拿着圣经出去了 大婶您好 大婶您上教会是吧 可她呢 就一口否认说不去 过去她说去 可她为什么说不去呢 因为她信耶稣 可过得太贫穷了 所以就以为这样的话 会有损耶稣的名义 那天 我让两位夫人坐在我面前 给他们讲了两个小时的福音 那我在宣教学校的时候 有一个梦想 别的人出去传道 就有得救的人出现 可没有一个人通过我得救 有一次 有一个跟我年纪相似的一个青年 这个青年特别善良 他不怎么说自己的意见 周六下午 我叫他过来之后呢 给他讲了一下午的福音 我以为今天应该就能得救了 可他没有得救 然后就回家了 第二天是主日 在做见证的时间里呢 这个人就出来要做见证 我心想啊 这个人得救了呀 特别的高兴 那他出来做见证说 那昨天我跟朴鱼珠弟兄讲话 我根本就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反而让我特别头疼 可另外一个弟兄 给我讲了五分钟 我就得救了 我心里面不知道有多恨他 那我都把这救恩都给你了 你还不接受 那那个时候我一辈子的梦想就是 我也希望能传福音 有人通过我得救 这个福音来了并不是得救 而是 为了我 得救了 这个人在得救之后特别的爱主 因为他丈夫没有办法工作 所以他出去卖完东西回家 还要到山上去砍柴 然后又洗衣服做饭 非常的忙 可这位夫人每天晚上都来我那里查经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 等自己家里面做完饭之后呢 又拿个锅装着大酱汤送过来 要跑两公里左右 然后说啊 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遇到狐狸了 差点就出事了 那我心里面特别的感谢 可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有的心呢 跟这个圣经是相反的 我去军队看到了军队里面作战的一些计划 当军队要去占领高地的时候 不是平白无故地上去 而是首先要跟炮兵 请求援助 首先用大炮来进行攻击 首先要攻打的是敌军的指挥部 那首先在远处用望远镜来观看 如果击中的话 就会说击中 假如没有击中的话 说向左在两格 向右在两格 然后这样指示 然后首先攻打对方的指挥部 然后第二呢 要去攻打他们的弹药 弹药房 弹药房攻打完了之后 要打哪呢 然后第三个要打的是他们主游士 然后要干什么呢 那要把他们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让他们惊慌失措 所以随便乱打 等到他们惊慌失措 不知所措的时候 那我军呢就要攻击进去 我们在战争的时候 不是说拿个枪的 大当大当这样打 指挥官呢 要制定一作战计划 如果呢先找到对方的指挥部啊 处游士啊 或者是 这些重要的基地 然后呢先 找到他们的焦点 然后去攻打他们 所以最终的胜利呢 是在炮兵的手上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灵里的战争也是这样 撒旦 撒旦在数千年的时间里 在人类的心里面 打造了与神 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 所以当我们听神的话语时 不理解 也没有办法去接受 觉得他的话是错的 通过这样的想法 当神的话语 进到他心里的时候 因为这个人就会变成 耶稣基督 所以就会 将这个心引导到 与神完全相反的方向 各位 我真的向神特别感谢的是 我能成为一位牧师 真的特别感谢 那有的时候 真的能够看到 那些非常痛苦 非常困难的人 在我传福音的时候 我能发现 神在帮助着我 有一次 我们在大德宣传馆 举办宣传会 因为我们 一般的冬季宣传会 会开到第四第五期 所以几乎一个月 都在大德宣传馆里面生活 那我们去开 宣传会的话 那别的圣徒们 只来参加他的 那个期术就可以了 跟我们同工们 要参加所有的宣传会 所以那天也是 吃完午饭 有点闷 所以下午就要出去 去踢足牌 虽然踢得不是那么好 可我需要运动 所以我也出去踢球 那因为年轻人 看我老 所以就会忍让 所以我就能跟他踢一踢 那那天也是 我们踢球 都赢了 都赢了 可前一天 我在踢球的时候 我以6比3输了 可因为下雨 我就中断 我说明天再踢吧 所以从6比3开始 那天呢 几乎都赢了 可有一位夫人来了 她说 牧师啊 这里来了一位 我亲戚家的大姐 你跟她交通一下吧 正当我玩得 特别高兴的时候 突然她来找我 可我这当牧师的 也不能说为了踢足牌 不管这个人不是吗 所以我就去了 一位夫人跟她的女儿来了 那他们家呢 几乎都是因着这结合 所以拜王的一个家庭 这结合呢 只要吃药 就能很快治好 因为这个结合是通过空气感染的 所以在夜晚的睡觉的时候 通过这个鼻子会有结合菌出来 会感染周围的人 所以如果一个人得了结合的话 几乎全家人都会得结合 最近呢 这结合药特别好 所以只要吃结合药的话 很快就能好 那最危险的是什么呢 就是本以为好了 然后已经结束了 本来这结合金一个都不剩的 可听说呢 这结合药呢 即便是结合好了 还得再继续吃几天 因为这结合药呢 给我们身体消化功能 带来很大的不便 所以是为了致命 所以才吃药的 没有人因为喜欢这个药 所以才吃这个药 所以他就说知道了 然后就把这个药给断了 他断药了 可这结合菌呢 又还剩几个 然后上来了 那这个病菌呢 就对药呢 产生了抗性 所以这个药根本就治不了这个病了 那这个人就得死 那他的父亲是因为结合死的 他的母亲呢 因为这结合 把医治肺给割下来 那这个女儿23岁 那身体呢 从40多公斤一直下来 到了我见她的时候 已经23公斤了 那正当是23岁 最花样年华的一个时代 可她却因着结合要死了 我心特别的痛 可这小姑娘呢 特别不愿意相信耶稣 那我在听她的话的时候 这小姑娘就特别不愿意 那那天没有讲完话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给推迟掉了 可那天呢 他们就直接回家了 我也不知道电话号码 那地址也不知道 那我就没有办法联系他们 然后呢 大概够了五个月左右 有一天 来了一个电话 是她的妈妈 来了一个电话 牧师啊 明天您有空吗 啊 我从明天三点到四点呢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第二天 这对母女来找到了我 真的特别的 高兴 我要给她传福音 我就对她的女儿说 那你听说过那些 生病的病人 遇到耶稣后 得到痊愈的故事吗 她说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说你为什么 跟我生气啊 如果你死了怎么办呢 啊 我一点都不怕死 那到了这个地步的话 我就没话说了 然后我就说着各种各样的话 然后就结束了 也没能给她传福音 那她也不听我的话 可大概过了十天左右 又来了一个电话 说牧师啊 明天您有空吗 行 来吧 所以她从别的城市 来到了我们家 我挂断了电话之后 一直在想 啊 今天我要讲什么呢 假如今天又生气 怎么办呢 因着这个事情 她特别担心 然后他们就来了 然后我就说 没事 坐吧 今天 我就讲一点 我就只讲核心 你 听一下 然后她就闭着眼睛 然后我就开始说话 各位我看到这样的姑娘的话 特别害怕 就怕她生气 所以我就看着她的脸色 然后就静挑那些 好听的单词 为了不让她关闭心门 然后给她传了福音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结束了话语 那那一天 她没有跟我生气 听了一个多小时的话语 特别的感谢 然后我就问 美善 你相信吗 那这个姑娘说什么呢 她说 是 牧师 我相信 到现在呢 我就信不起来了 她本来应该是特别生气的 所以我怕 再问她的话 她会生气 所以我就问 美善的妈妈 你相信吗 是 牧师 我现在明白了 而我的罪已经洗净了呀 所以 这个美善的妈妈就说了 她说什么呢 但她有的时候会去一趟医院 那天也去了医院 接受了治疗之后 正当要回来的时候 那医生说 那医生说 美善的妈妈跟我见一面吧 所以 美善在车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医生就跟她的妈妈说了 这医生就说 美善妈妈 我有一个请求 求你们不要再来医院了 美善没有药了 现在明明没有药 我们还得装作有 在她面前这样糊弄她 我们实在是太痛苦了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求你 你不要带她来医院里了 那 美善的妈说知道了 然后 昨天就回家 明天 她呢 把女儿送到家里面之后 自己一个人出了大门 医生的话 也就是意味着美善会死 她丈夫死了 就剩下这一个女儿了 可我等这个女儿死了之后 我该怎么生活呢 那现在这个女儿要死了 那在上医院的时候呢 去医院的时候 就产生了能够治好的这种盼望 可现在没有别的道路了 只能是死了 所以那天在外面一直下雨 她整个下午呢 都淋着雨 在大街上到处乱走 她一边哭 一边说 美善啊 美善 一整天都在淋着雨 到了夜晚的时候 那本来说要回家了 可又想起来了 她想起了自己的一个酸挂的人 她去找了这个酸挂的人 大婶啊 不管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做 求你告诉我 救我家美善的方法吧 不管让我干什么 我都做 可这个夫人呢 这个酸挂的人笑着说 有两个方法 她说 是什么 告诉我 这个酸挂的人就说了 说花钱 我们酸挂 假如美善呢 去接受了这个神 如果美善接受了神灵 然后成为一个酸挂的 那美善就可以不死了 那这个妈妈心里面想 阿醉哪怕是成为一个 酸挂的人也是 也得救我家儿子 不管如何 我反正是特别想救活这个女儿 那她真的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 当一个酸挂的 我绝对不想让我的女儿 成为一个酸挂的 啊 酸挂的 可假如为了生存下来的话 的确得使用这个 所以静静地就问了 这个酸挂的 刚才说 不是有两个方法吗 对 是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成为酸挂的 那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 那这个 酸挂的笑着说 假如不想当酸挂的 那另外一条方法就是相信耶稣 那在这个美善的妈妈心里想呢 比起成为一个酸挂的 相信耶稣是更好的方法 所以在妈妈心里 我能够发现 她特别爱自己的女儿 那真的 这美善的妈妈心里面 只有美善 她特别爱她的女儿 可她特别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 酸挂的 啊对 我们就相信神吧 然后抽出空来 我就成为了 她回到家里 美善在睡觉 那她的妈妈呢 伸出手呢 紧紧地握住了美善的手 然后如果张口祷告的话 怕美善不高兴 其实她的妈妈也是就怕这个女儿会生气 所以特别地看她的脸色 所以她静静地握住美善的手 说神啊 神啊 我们要信耶稣 求你拯救这美善吧 就这样恳切地祷告 然后过了几天 妈妈叫了美善过来 她说美善我有话要对你说 她说妈是什么呀 假如你酸挂 然后接受神灵成为酸挂的话 那你就能活 可在那个时候美善就说了 妈妈我不想当酸挂的 这太吓人了 妈妈我不愿意当酸挂的 这酸挂的实在是太可怕了 她的妈妈说 那还能怎么办呢 你不当酸挂的就得相信耶稣 可你讨议耶稣不是吗 美善说什么呢 说妈 我信耶稣吧 我信耶稣 我去信耶稣 但那天神特别爱美善 改变了她的心 光是想想的话 就觉得这酸挂的比我还会传道 这对 这一对母女呢 听了酸挂的话之后 开始相信起了耶稣 所以那天就来了 这两位呢 都得救了 然后美善的妈妈说 她特别特别的幸福 美善就说了 妈妈今天我真的特别奇怪 本来我咳嗽咳嗽都特别厉害 可自从开始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咳嗽过 那那天呢 这对母女得救了 我也高兴 这一对母女也特别的高兴 然后接下来就没过多久 我在中南大学有一个活动 那天我讲的话语 那我从后门出来的时候 这一对母女呢 在外面等着我 然后就到了办公室里面坐着 然后简单聊一聊 那能看到美善的脸 变得特别好了 我说美善的妈妈 您是怎么生活的呀 那因为我们从祖先那里 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财产 所以现在呢 既没有增长也没有减少 只是维持现状这样生活着 美善的妈妈呀 您多给美善买点好吃的吧 那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 这美善的脸变得特别好了 那本来呢 在吃这个结合药的时候呢 因为消化不好 消化不良 所以吃不了太多 那我又在美善的头上 按手给她祷告 那因为我们没有在一个城市里面 所以这消息就减少了 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 过了很多年 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 说美善回到了楚德怀报里 那在那个时候开始呢 那她呢又重新回到大学 然后听说呢 过着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 本来美善死后 要受到永远的灭亡 可她能够相信 耶稣自得赦免 这本事也是非常惊人的事情 真的就像快要灭火的 这个很小的火种一样 这个小姑娘刚刚二十三岁而已啊 可她呢 却过得非常的幸福 非常蒙福 然后呢 回到了楚德怀报里 那各位我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心里面想 啊这个人不行啊 可在主这一方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行的 只不过是没有耳朵 能听见这样的声音而已 作为一个牧师 最幸福的是 如果叫我说这样的话 那我整夜一辈子都说不完 每一个人都得救 过上崭新的人生 那一通喜乐过的人 那这种话呢 满满地充满在我大脑里 各位有的时候 我也有不足 也有软弱 可神通过 我这样的人来做工 实在是太感谢了 有一位弟兄 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 是以离婚的状态回来的 来到这里之后得救了 那有一天呢 我在跟他们咨询的时候说 离婚了两年前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离婚呢 这个姊妹就说 她跟她的丈夫性格实在是太不符了 所以就离婚了 所以我就问 如果性格不符就要离婚嘛 啊 牧师啊 不是的 你跟我家丈夫生活试试 那我为什么要跟 你姊妹的丈夫一起生活呢 我就问丈夫 重新结婚了吗 她说还没有 我说那姊妹 你仔细听我的话 那你呢去 重新复合吧 重新结婚吧 这个姊妹说是 然后后来呢 他们两个就又重新合在一起了 我看到他们特别特别的幸福 那她家孩子们呢 特别高兴 她丈母娘也特别高兴 周围的人都特别高兴 那这些人合在一起 过着非常平安的生活 到后来 根本就不提什么 性格不符的这种话了 真的过得非常好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 那她家孩子们都长大了 看到孩子们来到教会里 特别喜乐高兴的样子时 真的我也特别喜乐 各位虽然不都是这样 可神给每一个人传福音 使他们得救 然后他们的人生得到改变 那在我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记忆 有的时候心想 我怎么可能幕会呢 有的时候我也会责备年轻的幕会者们 然后 可即便是这样 我也有很多不足的部分 尤其是到了2020年之后 这一次世界大会也是 那全世界呢 有5400万人呢 来参加我们的这次大会 光是想一想 就特别的感慨了 刚刚有做见证的时间 有11位学生们出来做见证 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 现在我们的学生们呢 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学生们 那那些光是提名字 就能知道的那些 有名的名牌大学的学生们 来参加我们的大会 然后用我们的学生来引导他们 所以这一次 我在举办这次大会的时候 特别感谢 真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真的有很多人特别感慨 那有许多国家的青少年们 跟我们一起举办着大会 那这行音的妇人 站在了 这中央 人们都拿着石头 准备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 其中有一个法利赛人说了 说夫子这个女人在行医时被抓 摩西在律法上说 这样的女人要用石头打死 夫子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那我们去看当时这个过程的话 那在耶稣的口里面 一说出这个话来之后 这个 女人除了被石头打死之外 没有其他道路的 因为那一天 她来到了耶稣面前 耶稣就改变了 这些女人们的命运 我非常感谢的是 就像耶稣基督改变了 其他妇人的命运一样 同时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我稍微想一想的话 那现在已经得救58年了 在这58年里面 过着非常蒙福感谢的生活 因着我这不足的我 有很多人最得赦免得救 也遇到了很多国家的总统 那总统们听了我的福音之后 听得特别的认真 虽然不是说全部都得救了 可这些国王们总统们 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那现在巴拉圭的 我们见了面的话 真的有太多话要说了 各位他把这个政治 放在他们大脑里面 可遇到耶稣之后 就把这个蛋子给放下来了 能看到耶稣活着在他生活当中 做工 出此之后也有很多 学生们虽然得救了 可大部分人呢 没有办法第二次再见面了 可有些特殊的人呢 第二次第三次继续见面 我们品尝他们所做的这个作品 各位这一次我在二月份去了南美 拜访了四个国家 这政府的总统的都邀请我 请求让我去给他们 学生们进行心灵教育 所以我说 阁下你吩咐教育部吧 那我就会到教育部做事 如果你下占着命令的话 那我就会说出 我们自己要教孩子们的计划 所以在七月份呢 已经制定好了 所有学生们要用的教材 那现在我们有四千名 我们心灵教育的 培训心灵教育培训的人们 现在他们接受培训 神为我们敞开这种道路 我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是心灵 可是各位心灵的妇人 那天站在这非常悲惨的审判台面前 被杀死 然后听到他的命令 那有石头飞过来之后呢 砸他的头 然后他全身的骨头都被打碎 然后后来倒在地上 本来只能被石头堆积的 这个女人 可因为耶稣嘴里面所说的一句话 就是这个女人 拯救这个女人脱离这些石头 没有一个石头飞过来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慨 是耶稣呢 阻拦了这个咒诅 自从1962年开始 那有许多飞向我的咒诅 黑暗 绝望 痛苦 把这一切都放在了地上 所以现在我能够 与耶稣一同欢笑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 适用在 其他的妇人身上 而是我们所有的人 都同样适用 耶稣对行的妇人说了 那摩西德律法上说 这样的女人要石头打死 父子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可以 耶稣说 我也不定的罪 这 耶稣说再也不定罪了 各位正好 并不仅仅是对行的妇人说的 同时也是对我说的这句话 当然旁边的周森牧师 向着各位所有的人 主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犯了罪 可主却说了 我也不定的罪 还有飞向我们的 所有的石头 全部都掉在了地上 那希望各位心里面 能够 怀揣神的爱 能在心里面 怀揣着对耶稣的 爱 然后呢 他就回去了 本该遭到咒诅 与灭亡的 不论是他 还是我们 我们遇到耶稣之后 耶稣是我们从 最终得到释放 然后成为了 真正的主人 我传福音的事 并不是我传的 那上一次 我们五月份 举办会议的时候 在全世界 有超过十亿的人 听了我们的话语 这一次也是 有五千四万人 来到我们大会 一起公示 尤其是从非洲 来了很多的人 所以我们只听 耶稣的话 他说 已经赦免了 我们的罪 我们听的是 这个声音 还有 我们感谢 给我们这一次 聚会的神 昨天我看了 我们歌唱比赛的 这个视频 那我听了 通过预显的 十二个选手的歌曲 那他们都是 学习韩国语的 学生们 所以我想 RF实在是 太了不起了 全世界的 引导者们 都特别高兴 在他们的国家里面 有IYF这样做事 所以纷纷地 派了视频 庆祝我们 所以我们所做的 事情实在是 太大 太惊奇了 这行音的妇人呢 在行音室被抓 特别的不幸 是吧 然而 正因为他 遇到了 耶稣 那他在心里面 怀揣着永远都 忘不掉的恩典 然后呢 过着余生 回到了神的世界里面 爱着这行音的 妇人的耶稣 也使这瞎眼的 能够睁开眼睛的 耶稣 今天也是 在需要这个 他仍然在我们里面 做工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这些祷告 慈爱的父神 耶稣 无论是昨天 今天都是一样的 这位宝贵的主 来临之后 将我们从自由当中 拯救出来 感谢用说不尽的恩典 来引导我们 亲爱的圣地的父神 今晚我们的大会 就结束了 愿我们所有人心里 都能够装着这 让神的心 能够充满在他们心里 非常感谢 我们赞美 主的名 非常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各位非常感谢